这个拜登在白宫 他的同样性办公室 向全美发表了 最近所有的局势的一个重磅 重要讲话 这个时间可能最多不到20分钟就结束了 但是里面传递了很多重要内容 讲话的主要核心 就是说告诉美国人民 告诉国会 为什么要支持乌克兰击败俄罗斯 为什么要支持以色列 打败恐怖主义哈马斯 因为美国是自由的灯塔 美国是这个地球上很多人的希望 这是因为有美国 所以这个世界 这个地球是很多很多人的向往和希望 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希望 这个承诺一定不能说撒手不管 这是一个核心的 同时他还说到 这些所有的武器库 都是现在像二战一样 他说就像二战一样 现在美国的工人们 正在建造民主的武器库 他说在美国各个州都有工厂 意思就是解决就业 就是让共和党不要玩孤立主 眼睛放宽一点 这个一千多亿美元 我这一次他要申请一千亿美元吗 说610到乌克兰 150亿到以色列 因为以色列 雷塔利好只要了100亿 美国给150亿 他不是给钱 是给的装备 他就说了 这些装备是美国工人 正在每个州都在建造的 这就是你看 这就是美国的战争经济学 乌克兰 以色列 那是非常讲信誉的国家 最终这些会让你白逃吗 根本就不会让他白逃的 所有的美国制造 怎么带回来 它是一个连锁反应 因为美国制造怎么回来 现在造武器 牵扯的很多 大家看到没有 第一金属件 材料 板金 加工 五金加工 高精度 加工仪器 这些 美国这些很多 很多这样的厂一千 都搬走了 都被中共 有低价 低成本 最终给抢走了 还有化工原料 现在哪个东西没有塑料 都有塑料件 所以其实拜登的意思就是 大家仔细算笔账 大量的美国工人 正在建造民主的武器库 就像二战一样 大家回去看看二战 当时美国的生产力 不仅仅是支持美国 打两场战争 他支持所有的盟国 英国 法国 所有的全都是来自美国的武器 这个武器 你的工业产能 决定了未来一切 你看这个拜登 就把这个关键点说 这就 我记得今年年初一二月份 我们做节目就告诉大家 美国正在扩充其产能 而这个在扩充产能的过程中 美国的不是无需的 它不是专制 不是一个指挥棒 大家都在扩充 前苏联当时扩充 扩充完以后 苏联解体 为啥 因为它的经济结构有问题 中共也在扩充 你看 今天我们在讲 美国国防部出了报告 中国现在核武库 拥有超过500枚核弹头 说这是它的增加的速度 远超预期 超过预期 知道吗 增长 增速 吓人 远超预期 到2030年 将拥有超过1000枚核弹头 2035年 可能就1500枚 所以说 它的核武库的发展 增速 令人担忧 每一个原子弹 核弹头 那是来的 耗能是极其高的 这个右光提纯这块 就得要多少 大家想想 这个我们记得 去年二三月份的时候 就告诉大家 中共国在大量生产 制造导弹 六七月份 当什么各地限电的时候 就是制造这些军火 重要的就是核武器库 扩充核武器库 美国也在 建造民主的武器库 中共也在 俄罗斯 它是没这个产能 美国有没有这个产能 绝对有 现代的战争 大国之间 比的是啥 比的就是产能之战 没有别的 就是比的产能 你这今天偷袭一下 明天什么冰雕连一下 都没用 最终 你155毫米的炮弹 还有别人没了 你就赢了 就这么简单 你看美国 155毫米 有炮弹 运到了哪里 从乌克兰 运到以色列 大量的 155毫米 对苏万美 是恒定一个国家 真正的军工产 产能的最重要 那个核定标准 像那种子弹 它有的是自动化装备 155米的炮弹 它很多都是人工要做的 它有人工的一款 因为这里面 都是运送之前 它有不同的弹头 然后里面 还有就是发射的时候 它要加一个装置进去 才可以激活 否则在运输过程中 你子弹不存在说 里面再加东西 所以子弹都是生产线 速度都很快 这个155米炮弹 中共国是人海战术 这个东西 对美国来说 你的人力成本比较高 说实话 所以155毫米的炮弹 这在自由世界 都是一个难题 它的产量 它就比不过中共 像北朝鲜这些 全那么穷犯 监狱里的那些劳改犯 它在生产 成本极低 速度极快 所以这里头 拜登这一次 讲话就讲 从经济学角度来讲 一点事都没有放心 这所有的 你看这个联邦储备局 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 或威胁全球经济 但是对美国经济 它不会有影响 我告诉大家 这就是我们一直说 美国它的经济 它是一种四平八稳 上万个罗马族在这顶着 任何一项 起来的时候 出事的时候 它都会形成一种平稳的状态 战争的时候 它有战争经济 非战争的时候 它有互联网 各种经济 而中共国 你看现在它有啥 就跟前苏联一样 它就是瘸腿经济 这所有的战争 所有的生产的武器 最终是要赢 赢的话 你才能让对方赔钱 就你掏的钱 你所有人的这些炮弹 那都是就跟人美元一样 说白了 就跟烧美元一样 烧的速度 比硬的速度还快 每一个炮弹出去 就是打钱 所以你看在美国 射击场 首先你去问 一发子弹多少钱 你千万别 傻乎乎的一打 可能就是几千美金没了 如果你打连发的那种 一分钟 如果说几千发 那种五块钱一个子弹 郭国瑜就玩玩手枪 千万不要打连发的那种 连发的你掏不起这钱 一个小时下来 你算算 所以战争 在美国 所有的打完的子弹 削完的号的炮弹 那都最终是要赢 才可以找得回 赢靠啥 我们刚才说 第一赢得靠你的产能 产能是基本条件 但是第二是靠啥 靠你的科技 就是说白了 你的装备的先进程度 足够优秀 足够先进 还有足够多 所以竞争 不是说你能做到就可以 而是要你比别人 做得更好 比如说155 大家都能生产 你能做到 但是别人在155 他优化 他生产的是高科技的 技术含量高的 产量和你一样多 他比你做得更好 谁就赢得这场竞争 这竞争的最基本 中共国 总以为你看 我有航母了 我能做航母了 不是说能做航母就能赢 而是说你的航母 做得比别人更好 你才能赢 是不是这逻辑吗 所以中共国 核武 我有500个了 你500个 1000个 1万个 你关键 你有没有比别人更好 这是关键 所以这个胜负 其实已经出来 这个好 一个东西比一个东西好 他不是说 这个习说 一纸习思想 就可以把东西变好 他是从 你哪怕墙上的一个螺丝钉 到一个面板 再到整个的工程质量 或者材料的质量 他是一整个的系统 体系 这个世界上好产品 日本的 德国的 美国的 一说中共国的 普攻减量 价格便宜 在武器里头 哎呀好东西 便宜 就是便宜 就俄罗斯的便宜 俄罗斯曾经 在二战手 我们打赢德国 就是因为东西便宜 量大 那是因为德国产能不行 但如果跟美国比 美国当时生产的比 前苏联二战手 多多少倍 既好又多又先进 还优化的速度很快 这才是竞争的本质 所以你说 在这个整个的 就是胜负 其实已经分 但是呢 很多事情 这双方说白了 就是中俄 他们走 他不走一遍 他绝对不会认为 自己会输 知道吧 这些说实话 就跟那个泰森去打拳一样 他知道胜负绝对 因为你是有科学 数据支撑的 你猜测每次练的时候 一拳速度多少 重量多少 两百公斤三百公斤 然后多少 那速度多少 出拳速 这都是有数据的 对方马宝国 哎呀我这是气功 你啥数据都没有 纯粹就一赢 过往历史数据 啥都没有 就中共军队 过往数据有没有 啥都没有 就是一个习思想 所以 胜负这里头是靠啥 第一靠实力 第二靠数据 靠的是啥 数据的积累 它是不仅仅是一种经验 更主要的是啥 是你的真正的实力 是在过往的数据中 积累出来 你才能得出的 你的F16 过往多少次翻阅 速度多少 有没有被解体 发动机 有没有停车 这都是有数据的 你的导弹的命中率 有没有数据 95%还是96% 还是99% 有多少卡壳子弹 你的枪炮 有多少不良产品 这都是战场的数据 当时甲午战争 为啥 这炮不那个 刷牌了 就是没有数据做支撑 所以光都是自己给自己打鸡血 那战场的必输 所以你看现在 拜登的这个演讲 其实就告诉美国 告诉全世界 美国必赢 经济上也必赢 就这个对美国来说 真正的是双赢 三赢 既解决就业 经济上 就业解决了 那美国经济 那没点问题 美国经济解决了 你还要害怕美元 会被别人给搞掉吗 美国经济好了 全球经济有问题 也没啥大事 知道吧 因为美国不是一个 外向性经济 它是可以迅速调整的 各方面的一个 既可内也可外 你看美国的 这所有的 什么苹果 这所有的公司 就算中国 这市场没了 它也不会破产 照样 因为它是一个 它的所有的产品库里 有很多新东西 它还没放出来 哪一天你这个东西偷走了 没问题 还有新的 所以这一次 它的演讲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国会 告诉美国 有的话不能明说 不能明说 我们打仗 那都可以挣钱 你看你们怎么这么傻 它不可能在演讲 然后说这 说的隐晦一点 听得懂的 就知道啥意思 同时也告诉 以色列和乌克兰 百分之百 美国承诺的一定做到 也告诉俄罗斯 中俄 告诉这个恐怖分子 其实背后 其实就是俄罗斯 中俄 中俄裔 跟美国 中共觉得自己产能厉害 跟美国来比产能 那就亮亮亮 一点问题都没有 就这意思 在这种情况下 所以就是以色列 接下来就立即军事行 乌克兰也会 他明确说了 他说现在波兰 也是很紧张 就是俄罗斯 下一步就要侵吞波兰 他说如果 在乌克兰事情上 美国不去支援乌克兰的话 可能波兰就会没了 以色列这里也是 不仅仅是要针对以色列 是要让整个以色列 可能彻底灭国 这是他们要做到的 所以这里 他虽然没说战争动员 但是实际上 就是告诉大家 这是一个 如果说拜登 说的有个拜登经济学的话 这就是拜登经济学的核心 用二战当时来 比拟了二战罗斯福的 罗斯福的经济学 就这样吗 说白了 战争解决美国就业 美国经济迅速起来 解决了当时的经济危机 29年30年 经济危机不行 就是产品过剩 最后随着二战 把美国的产品 输向全世界 一举成为 在经济上的一个超级地址 超级巴主地位 现在也是一样 美国的制造如何回来 他就告诉你 就这样 话不能说的这么明 这个你像中俄一 他就给恐怖分子 或给那些秘密组织 给武器装备 那些武器装备 就算给了 比如今天胡塞武之 他都有导弹 那导弹射程达2000公里 他是可以给 但这种给的话 他不是一个经济学 你说胡塞武装 会掏钱找他买吗 大家想想 就算买 他这个 他不像雷神一样 他是可以上市的 他在北方工业 做财务报表 也不敢把它做进去 也不明张 明淡淡的说 卖给胡塞武装 这个东西 财务报表做进去 然后在股社上市 他做不了 大量的这些东西 就跟小偷一样 小偷是可以偷到钱 但是他又把洗白 他是很难 美国是啥 所有的 这就是为啥 第一 资金来自国会 所有的都是要报税 合法的渠道 美国运输机给你运到 运到以后 以色列政府 乌克兰政府 签字签约 就是都有采购合同的 这所有的合同 啪 往美国股市 就可以上市 上市大家 又产生了各种证券市场 你说中共国 悄悄的卖给胡塞武装 卖给哈马斯 卖一些水管 对 你是可以 但是说白了 那玩意 你好意思上市吗 财务报表 你都做不到 中共说 我们不需要交税 咱都是自己挡起 对 你是可以 但是你觉得长期有意义吗 它没有任何意义 一查 可能你这个银行都出问题 你这公司也出问题 任何东西 它是阳光的 因为只有这样 你才有持续竞争力 说白了 能做几个火箭弹 偷袭一下 就是打游击 就跟二战的时候 或者毛那时候 那边只不过就是 拿着伯克枪 拿几个地雷 能真正撼动得了 他们的系统吗 他撼动不了 最多这里有个骚乱 去给他抹平一下 抹平不了 那换人再抹 这边去抹平的人 你是有战争经济学的 所以当时美国 当时在二战的时候 你看 洛克希勒马丁 波音 什么 这个诺斯罗普 全都是在战争中起来的 高科技公司 军工企业 而这些当时 日本 德国 就是纯粹拿钱 但美国 不仅仅拿钱 第二 还可以上市 上完市有 老百姓都来买 你看 打一场仗 它后续带动多少个行业 既有解决就业 基础加工业 各种和机械加工相关的 材料相关的 化学工厂 然后还有华尔街 然后大家买了股票的 投资行业 还吸引全世界人的 跑来投资 它这一个循环体 你看是多牛 中共国 最终就是只有老百姓 把这个赚的外汇 换成美元 然后自己手上 拿着人民币 拿着纸币 民币 然后给他们 他们用这个东西 无偿捐助 无偿援助 你这援助的 都多援助得了 多少 美国是啥 比如说在乌克兰战场 俄罗斯没了 就算给了 没问题 这里要知道 在美国打了1000亿 2000亿 3000亿 最终是雷神的报表 它的营业额增加了2000亿 大家都在买雷神的股票 甚至中共国的外汇 也赶紧去买 这边是打完以后 有什么北方工业 他敢写出 我们今年业绩好 打了2000亿 支援俄罗斯 他不敢体现出来 他的财务报表 啥都没有 最终就是自己 好赶自己的钱 只能做假账 这就是最基本的经济学 所以美国的这个援助 当年马歇尔计划 援助到欧洲 二战以后 那也是 美国的援助 那就是 不仅仅是援助 它所带来的效应 乘以10倍 甚至乘以100倍 到最后 你像乌克兰 援助个几千亿美金 那最后肯定是 战争结束 乌克兰是要还的 从税收利 怎么怎么还 一系列 那那个时候 说白了 这个乌克兰的很多经济体 可能就美国以投资的方式 入股的方式 就解决了 以色列现在也是一样 到未来 所以你说 这个这笔账 谁到底是 中共是 损敌800 自上1000 美国是 损敌1000 自己还赚了 2万都不值 现在拜登这次演讲 专门说了 这两场战争 都不会派美国人去 我就想回头亚太地区 一定是日本人 日本上 美国给武器装备 所以美国现在 厉害就厉害到这了 不要美国人出手 在旁边 航母一坐在那里就行了 提供最最先进的 各种支持 搞定了 就战争 走到这个地步 那真的是不仅仅是 双赢啊 三赢四赢 如果接下来波兰 像欧洲现在 武装波兰 武装乌克兰 然后来航母往那一坐 基地往那一坐 就行 后期给他运送 要打美国 你打不到 美国人 你看我们美国军人不用上 大家各个权力支持 有钱赚 各方面都挺好 亚洲 如果在东北亚 日本 韩国 如果在台湾 菲律宾 以及台湾 美国啥 给钱 航母往那一坐 就搞定了 这就是新型的战争 这个拜登啊 刚刚讲话里的 还有一个最核心的 二点就是 将继续追究 伊朗的责任 说白了 先把一步步走到 最后一定是要 把伊朗这个解决掉 否则不会运这么多 155毫米的炮弹过去 他这个内容 反正阻止 第一 乌克兰就是要对俄罗斯 以色列就是要对伊朗 你看武装以色列 就是要干翻伊朗 乌克兰 波兰就是 如果乌克兰 直接干翻俄罗斯 那就好 接下来亚太地区 东北亚 那一定是日本韩国 台湾这边 一定是菲律宾 打完以后 经济也好 啥都好 说实话 所以这一次 你看美国 为啥两艘航空母舰 直接部署 指挥舰都到了 运送这么多弹药 目的是啥 就是对着伊朗去 全给伊朗 基本上包饺子 俄罗斯 如果想腾出 你看他为什么 给乌克兰600 说白了 如果俄罗斯想插手的话 那就太好了 明白不 俄罗斯如果插手 俄罗斯就两面手 他自己都搞不定 去支撑 伊朗这边 那就是找打 因为大家还有一点 高加索地区 也不太平 俄罗斯你想想 你别老以为 美国打三场 俄罗斯如果也去 面临三个地方 一个是乌克兰 如果伊朗这边 他也支援 然后再跑到东北亚 再搞一次 俄罗斯肯定解体 明白吧 他撑不了 他没这能力 这个说实话 看到没有 这就是高手 真的高手 在运作这些事 他就是无形之中 他把各方面都给带进 不知不觉 发现自己已经成了猎物 还以为自己 牛逼的很 哈马斯肯定 中俄肯定 你看我们策划了 这个这么牛逼的行动 哈马斯这个 美国 你看以色列 搞得狼狈不堪 好像 但实际上 美国的航母 你看现在给你 把局部好以后 把阵部不好以后 发现基本上 你没有任何的 在舆论上 他也站不着 在名义上也站不住 然后还大型的美国人 上上下下 美国国会 美国国会之前 那个孤立主义 这次完全支持以色列 因为他知道 那几个孤立主义 以色列 我不支持 就会被淘汰 他很多的背后的财团 那都是犹太人 所以 那既然支持以色列 那为啥不支持乌克兰 逻辑不就出来了吗 那个川普 第一天 说话说错了 采访的时候 他说什么 哈马斯很聪明 以色列 内塔利亚胡 怎么怎么 后来第二天 赶紧再出自收水 说支持以色列 谴责什么 哈马斯这些 他知道 那是对他来说 他真实上 觉得自杀之躯 以色列 还大型的什么 大型的犹太人 和对中共的认识 你看多少 犹太人 在美国那些 多少 那什么哈佛 都撤资了 为啥 知道这个左 就是共产主义 美国的这个学校的左派 就是前苏联时期 他们植入的这些东西 还去支持 那以色列 还有地方火吗 这个所有的什么 伊斯兰革命卫队 什么 加上革命的 都是前苏共 现在是中共发展的 都是前苏联 和共产国际 输出的力量 给他们AK-47 在当地 闹革命搞出来的 所以这个左派 在这个之前 你看那个哈佛 什么左的不得了 已经在那个之前 这犹太人 以色列人 你还觉得自己 一高人胆大 就是金刚钻 比较牛 所以玩得了刺激 什么叫一高人胆大 火中取利 就是这个钱 就叫火中取利 就是在中共国 这个一高人胆大 虽然中共国那个 但是他们 虽然中共国 这个权力世界 可能翻脸不认人 可能会把他们的美元 给卡住 但是他们会做谁 敢于说白了 在这个火中取利 会搞关系 就是别人 各个都觉得自己 一定就中共国 多么的那个 他们一定用钱 可以敲动 所以每一次 他们都是在这里 越是说中共越内 他越觉得是机会 越独裁 他觉得越机会 越是专制 他觉得越好 为啥专制 好搞定 好搞关系 习先一个人说的算 那太好了 我们谁谁谁 跟习的 习明泽很熟 跟什么 彭丽媛很熟 你看这就是赚钱的机会 这就叫火中取利 这个习 他们也看清楚了 他们的这种 火中取利的本性 本质 所以呢 不断的利用犹太人 然后呢 暗中实际上 扶植的伊朗 中共是啥 中共是让你赚 赚完以后 回头用他的政治手段 武力 就是叫做枪杆子出政权 枪杆子出富翁 用这个方式 给你再抢回来 之前有个叫哈同的 上海展览馆 很大很大 都是他的私家花园 上海绝对首富 他这个死了以后 遗产都 当时就17亿美元 这么多 全被 当时到处给钱 支持什么孙中山 后来的中共来了 也给支持 但是呢 后来由于 14亿年来的 然后所有的资金 都为中共共产 共产 1952年共产的 共产产类 把他的钱拿去 打朝鲜战争 当年这个小球 转动大球 打乒乓球 那个庄泽东 他当时这个哈同 领养了十几个 有一个姓罗德 是庄泽东的 父亲的什么什么 一个什么关系 所以庄泽东 在打球的时候 就见到美国人 那个那个科恩 那个打球 那个科恩 科恩也是一个犹太人 我从小就是 你们犹太长大的 他说 庄泽东居然 是犹太人长大的 后来一问 原来是哈同 所以庄泽东 从小跟那个 习近平又是邻居 所以呢 习呢 跟犹太人 他是有很渊源的关系的 大家去看 但这一次 所以你去看 之前一直反脱钩的 都是华尔街的 这一次 应该把他们打醒了 习 由于跟庄泽东 这个关系 从小他们是邻居 你去看这庄泽东 念卫平 他们写的书 在这里说的 什么庄泽东 念卫平 习他们经常在一起 从小 然后呢 在一个大院嘛 然后呢 庄泽东 由于他的父亲的 那个是 那个哈同的养女 领养的 所以呢 就跟犹太人 有很深的渊源 习呢 等于说习 你看啊 情报口 犹太人这里 他也有很深的渊源 他也有自己的 所以他经常 就是用庄泽东的 之前的那个 能忽悠很多犹太人 所以在这个脱钩上 阻力就是这个原因 大家可以上网查 你们去查 这个当年习中勋啊 习中勋在前 元恩寺的房子 都是哈同的 庄泽东呢 当时打乒乓球 在美国 就见了美国那个 他说他是犹太人的外甥 对吧 其实就是哈同的原因 庄泽东是哈同养女的丫鬟 和丈夫生的私生子 一直偷偷养在北京 假冒犹太外甥 和美国建立联系 成了政治红人 体位主任 叫哈同养女的丫鬟 和丈夫生的私生子 这个哈同 那是很有钱 大家就看那上海展览馆 就是他的 就是他的私家花园 当时他在西湖 买了一块地 现在叫那什么 西湖一个最牛的那个地方 就是他的西湖 旁边一个叫啥 园子 那时候他叫罗园 这个习近平 和庄是邻居 和庄泽东 习近平家的房子 就是庄泽东 外公 然后庄泽东 当时跟美国 乒乓球运动员 格伦科恩送了一份礼物 黄山风景的杭州知景 他和科恩说 他是犹太人的后裔 他说他是猴太人的后裔 其实他根本不是 是哈同的养女 养女当大老婆 而庄泽东是陪嫁 养神的 既和哈同没有学员关系 也没有养外公的关系 然后来科恩 然后一回去 就在这个整个犹太节 说啊 这个中国的犹太后人 回到美国后 在犹太圈子里广泛宣传 然后这个就传到了 当时基辛格的 就科恩把中国的见闻 回去向基辛格汇报 促成了基辛格 中共搭上了这个关系 有了联络人 科恩和庄泽东 就是联络人 于是后来尼克松返华 所以犹太人帮中共 可以说是中共 所有这个后面 跟美国搭上线一起啊 都是犹太人的关系 庄泽东夫妻叫庄西申 尹西月月的西 申 申后的申 树心旁一个义字 哈同的养女叫罗富珍 庄泽东是罗富珍 带的丫鬟 雷中如申的 然后来当时这个 因为哈同夫人 在北京有很多房产 当时龙玉太后的甘女儿 在北京购买的 前期满族人的 都给哈同收购了 然后来习近平家 在北京前 原思胡同的房子 就是哈同夫人的 由他的养女和养女婿 负责管理 这个当时整个上海滩 就是大家看到南京路 80%都是哈同的 哈同的把这条路 给他修好 修好才有现在的 招商引资 把美国啊 全世界英国 所有的全招过来 招过来以后 整个南京路 才有这么繁华 就是他搞起他 但是中共 现在你看 在以色列的事情上 就连一句谴责 他都不说 这就是中共的本质 遍